新闻大小评 潜能发掘我来评 说这个疫情期间居家成了很多人的常态 不少人在面对这一窘境的时候 是不得已就挑战了一些未知向 发掘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潜能 咱就说安徽的这位妈妈 这疫情期间不能出去 孩子头发长了 这可咋办呢 这妈这招挺绝 给儿子扎了十几个小辫子 然后呢沿着皮筋将这个头发剪掉 这拆下皮筋没想到这效果还不错 这位有才的妈妈说了 说当时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没想到啊 还真应了网友们的话了 省了二十块钱 咱说呢这个深挖细绝的出钱能 这事呢也是不光对人 对别的它也好使 说最近呢 疫情下的上海就流行起了乙物义物 因为呢蔬菜包里边呢 不会出现 所以这个葱姜蒜就成了硬铜货了 但如果呢 你啥硬铜货都没有 是吧 你还想换点橙子吃 怎么办呢 哎 深挖潜能啊 对不对 这不上海的这小伙呢 就深挖了一下自家大局的潜力 他就说你有什么吃的 我跟你话 然后我说了我的吃的 他说你的吃的我没什么想要的 那我就送你两个橙子吧 然后呢 我觉得我在这个时期啊 是不是要给人回馈点什么 我想呢 我有一只猫对吧 要不要录下我的猫 然后就把我的猫拿过去 在家里就是真的一个人的话 是很难熬的 如果有只宠物的话 真的会好很多 别人那个 获得我猫咪的半小时的使用权 给他的心理获得一个安慰 撸猫半小时 橙子换三个啊 不但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也慰藉了其他人的焦虑的心情 后者是主要的目的啊 从来没有想过 这猫还有这种用法啊 这潜能发掘的妙啊 正所谓养猫千日用猫一时啊 我这么一看呢 猫奴们那些产过的使 值了 嗯